如果 Robotexia真的上路 這將是全球交通業一個重大的革命 但David今天要講的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東西 但同時也是非常具有爆發力的產業 那就是 看你所下一站 財富不見譚 粉絲們大家好 我是David 高明璋 上個月 Tesla 創辦人馬斯克 在參加世界AI大會的時候 這個家我又來了 又開始預告了 神預言 他說今年會達成全自動駕駛技術 好朋友們 你信嗎 當然此話一出 大家都覺得非常的shock 到底全自動駕駛時代 今年會來嗎 有這麼快嗎 對不對 背後的商機有多巨大呢 當電動車加上最近超夯的AI 又有哪些公司可以因此受惠 想了解好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並且分享出去 今天節目正式開始 之前David跟大家聊過 Tesla一統天下 大家記得上一集嗎 曾經我們聊過這件事 馬斯克想做個無人電動車的轎車平台 預計明年會問世 這個東西叫robot taxi 還沒有看的朋友們記得趕快回去複習一下上一集 那說到剛剛這個robot taxi啊 早在2016年的時候 馬斯克就提出過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當AI發展到一個階段之後 法規開放後呢 所有的智能車都能夠自動駕駛 自己在路上當Uber 沒電了自己回去自己充 完全不需要駕駛來開車 聊到這裡會不會有一些好朋友們擔心失業的問題呢 不用擔心生命會吵出口的 來大家來看一下這張圖卡喔 這是最近呢 加拿大皇家銀行RBC 對Tesla的評鑑報告 畫面上大家可以看到RBC啊 調高了特斯拉的目標價 來到305元 估值最高的業務呢 就來自什麼 我們剛剛聊的robot taxi 價值呢 高達7292.63億美元 我自己看也嚇一跳 有點誇張 那自動輔助駕駛系統呢 FSD則是價值2353.75億美元 換言之 Tesla這公司啊 大家隨便加一加 估值到1兆美元以上 而且未來呢 將有9成以上的收入 來自於這種全自動駕駛的技術和應用 這個好朋友們 聽到這個不覺得怪怪的 Tesla不是就是車廠嗎 那怎麼賣車的收入 只佔公司營收不到一成 這是什麼總控 好朋友們 其實這是對的 這個方向是對的 原因在哪裡呢 如果robot taxi真的上路啊 這將是全球交通業啊 一個重大的革命變革啊 在這邊呢 Devi幫大家整理出了兩個重點 第一個呢 大家看一下畫面喔 就是提升交通安全 其實好朋友們 大家都應該有經驗吧 上下班通勤 如果你車流量大 不管塞車啦 找車會啦 上班遲到啦 這都小腳的 那如果沒消心得到 發生意外 那事情大了 所以根據聯合國的統計資料 全球有93%的交通死亡事故 它原因是人為造成的 對你沒聽錯 結果我這麼誇張 你說人類開車危不危險 非常危險 不過小弟我個人不太開車的 我們不要出去害別人 那如果人不用開車 那電腦來開啊對不對 說的輕鬆有那麼簡單嗎 但在未來 全自動駕駛的時代 如果每台車跟交通後製之間 可以彼此交換訊息 做出最有效的安排 這不僅僅可以減少通勤時間耶 還可以大幅降低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啊 那第二點 畫面上寫的 減少養車成本 大家都知道 電動車的養護成本 比油車啊便宜很多 這RBC啊就剛講的那個公司 它表示說 Robertaxi啊可以替消費者省下 多達45%的養車成本 而且如果是Robertaxi 在你上班的這段時間 車子可以不用停在外面的停車場 而是幫你幹嘛 跑計程車 跑Uber賺外快 等你下班回家 繼續讓他在外面幫你兼拆 所以如果我們買了Robertaxi 喔 David這樣算了一下 他不只省錢還賺錢耶 這個喔 就完全顛覆David的想像 為什麼 我以前都認為車叫什麼 負資產 賣才能瞭解耶 如果有一天買車會賺錢 我就有興趣了 所以觀眾朋友們 您有沒有興趣呢 不過Robertaxi這個願景聽起來 當然很美好啦 但RBC也講 他預估 這個Robertaxi 能夠批准上路的時間點 咳咳 你們也聽錯 2035年以後 因為中間還有一些變數 否則的話 David認為 在Robertaxi背後所帶來的商機 區區1兆美元 搞不好還不止 你們不要太小看他 有一天啊 5兆10兆美元 甚至更多都有可能啊 所以觀眾朋友們 你們自己覺得 Robertaxi 未來的估值值多少呢 觀眾朋友們 在下方留言 但可以肯定的 現在AI是高速發展 TESLA最近也宣布 他市值超過10億美元 全力開發這個全自動駕駛系統 或許啦 幾年後啦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套系統 誕生也說不準 那說到這個自動駕駛啊 大家想到的第一個是 晶片啦 鏡頭啦 雷達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很容易可以聯想的到 確實這些有他一定的市場 而且是穩步向上成長 但David經常講的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東西 當然同時也是非常具有爆發力的產業 那就是電子工業之母 車用的PCB 在電動車跟自動駕駛的趨勢下 晶片啊 鏡頭雷達這些需求一定會增加 而這些電子設備 全部都是建構在 對下面那一層 薄薄的那一層PCB的基礎上 才能做得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全球車用的PCB的產值預估 這是延調機構 TRAFTFORCE最新的數據 它預估今年車用PCB的產值 將會年增14% 來到105億美元 佔整體PCB的比重 從去年的11%來到13% 而且到未來幾年 這個年複合增長率是12%左右 到了2026年 沈用PCB的產值呢 有機會回到145億美元 欸這個數字 乍聽之下潑潑通通 但大家要知道電動車的PCB的價值啊 是我們傳統這個油車啊 5到6倍 而且不光只是數量的增加喔 在PCB的質量要求上也大幅提升 過往我們車用的PCB就是4到8成板 大家記得喔 PCB這個板子喔 那個乘數越多喔 不只單價高毛利也高喔 所以越高級的自動價值 這個PCB要求的乘數一定增加 所以單價比過往可以貴到3到4倍 所以說算是一個量價齊陽的產業 這邊呢David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畫面上這個是你一定聽過的 2018年的一代標股啊 2327的國具 對斑斑斜淚 不過當時真的很標啊 當年的國具會這麼標啊 一個是董事長喔 對於這個公司的股價呢 嗯相當有能耐喔 剩下的不能多說 嘿講多了會被KO喔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說公司的主要產品啊 MLCC單價確實很低啊 原本一台車啊 需要的MLCC只有100塊 現在漲到500塊 雖然漲幅5倍啊 但相對於一台車 你可以賣到上百萬的車啊 這樣的漲幅當然可以接受啊 因此呢在缺貨的時候 廠商依舊會大量搶購 好那同樣的道理 高階的PCB 價格讓你貴個3倍4倍 但你目前喔 Label 3的自動駕駛用的HDI版 大約30美元來看 對於整台車來講啊 它的佔比依舊是便宜的喔 所以呢如果未來啊 HDI版啊這個功不應求的話 我相信到時候就算單價翻倍 車廠應該還是願意加價夠 從這一點來看啊 當全自動駕駛時代來的時候 也會是車用PCB啊 迎來爆發的時刻 好那問題來了 既然啊這個車用PCB 在全自動駕駛時代 會是個艱鉅穩定又有爆發力的產業 那我們又該如何找出適合投資的公司呢 趕快把我們訂閱按讚給它按下去 讓我們可以跟你們分享更多 值得關注的產業與好股票 好今天我們要介紹的第一檔 就畫面上這個喔 3715的電影投控 公司做出來的PCB啊 主要是車用的 今年第一季呢財報來看喔 汽車版啊就佔的七成左右的營收 而且呢在電動車跟自動駕駛的趨勢 帶動下 高單價的HDI版啊 佔比越來越高 目前呢泰國廠啊 也在加速規劃中 預計明年 第四季 投入量產 持續鎖定高階的多層版 以及呢 HDI版的生產 那預計在2025年的時候呢 電動車用的PCB市場 規模有機會上看75億美元 然後在短線上來看啊 主要是因為現在疫情緩解之後 全世界各國都有這種 暴復性的買車潮 加上呢各國推出的電動車啊 補助優惠 讓今年的車市啊 重回成長的力道 也因此啊 公司屬於什麼 長線來看它是有長多題材的 但短線呢有及時域 以及各國政府政策的支持啊 那像電影這樣的公司啊 很多都已經漲非常多倍了 可是你看畫面上這個電影啊 從去年8月啊 換股掛牌到現在 誒 沒貴喔 還是三十幾塊 給大家想想啊 過去這幾個月啊 原本30塊左右的偽創 現在漲到多誇張 要我誇張都有多誇張 所以你們覺得電動車自動駕駛 和AI產業情形比起來 真的會差很多嗎 其實這差距啊 不應該到非常大 但是啊 定影啊 目前來看 它就是一個潛力股的存在 所以值得好朋友們 好好關注一下 那關於前面的問題啊 電動車跟AI 我到底要選哪一個好咧 坦白講啊 小朋友才選 大人我全都要 David 現在跟你介紹這一檔 就是兩個都有的 3044的見頂 全球前十大的PCB大廠 雖然它不像電影 是很純很純的車用PCB 但車用的占比呢 在今年第一季 你也看到了 來到了29.6% 創下單季新高 而公司另外一個 最重要的中段應用 就是現在市場 最最最最夯的伺服器 占比高達22.1% 也就是說見頂這家公司啊 同時掌握了現在最強的兩大 電動車AI它都有 它們的需求跟產品的單價 都是穩定增長的 所以未來更有機會翻倍成長 是公司現在最主要的動能 而且公司的股價 長年來講都算是蠻穩定的 在區間內波動 配息率啦 殖利率啦 也都相對穩定 你覺得這家公司這樣的體質 是不是很像當初 還沒漲之前的偽創呢 沒錯 偽創以前的股價就是 萬年老股30塊股 靠著穩定的配股配息殖利率 結果存股存到變標股 直到今年呢 AI大爆發 偽創才噴出去的 所以David認為啊 在AI跟電動車的兩大加持之下 見頂這公司搞不好有機會 搞得跟偽創一樣 展現很強的爆發力 但除此之外 我們來看好見頂的一個理由 它的政治正確 見頂呢過去主要市場來自於中國 那這部分呢 因為AMD啊 NVIDIA都表示 不會放棄中國市場 讓AI伺服鏡的需求啊 未來可以穩定增長 而在中國以外的市場啊 見頂目前積極在併購 南越的PCB廠 也就是說啊 見頂第一個啊 除了海峽兩岸的布局之外 之後如果為了要接海外訂單的時候 公司啊就不太會 受到去中國化的威脅 因此啊 David認為見頂啊 是一個買了也不虧 又可以穩定配息 而且你只要有氣機點火 就有機會爆發的好公司好股票 看完今天的節目呢 最後想問問所有好朋友們 你們會想要體驗一下全自動駕駛嗎 歡迎好朋友們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未來我們還有介紹更多 關於投資理財的產業訊息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也記得 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探索下站我們下回見 掰